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苏东坡这首词是写给他第一任妻子王福的 他陪伴苏东坡的时间很短 十六岁嫁给他 二十七岁就死了 在他去世后十年 那个寒冷的冬夜里 苏东坡梦见了他 我们注意到这首词的题目 江城子以卯正月二十日夜 记梦 苏东坡的人生写过很多 关于记梦的词 光是梦这个字 在他的诗字里面就出现了将近百次 但是这么详细的记录说 是哪年哪月哪日梦的 这个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所以可见这个日子 对苏东坡来说很重要 这是1075年 苏东坡四十岁了 他对王七说 十年生死两茫茫 生死两别 你我之间隔着茫茫十年的 悠长时光 不思量 自难忘 我并不经常想起你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 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 是不是出现过这么一个人 他可能在你的人生里面 有过或深或浅的 那么一段足迹 然后他离开了 此后很多很多年 你都不一定能够经常想起他 但是你知道 你从来都没有忘记我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王福被埋葬在苏东坡的老家 梅山 他十年前死的时候是在京城 那年苏东坡刚刚外派回京 在国家信访局工作 王福去世以后 灵鹫一直停在京城西门外 没想到隔年 苏东坡的父亲苏巡也走了 于是他就扶着父亲和妻子的灵鹫 回了梅山 当我看到苏东坡写给妻子的 这个慕之名的时候 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很频繁 频繁到 好像是刚好逢父亲去世了 父亲生前又有交代 说你妻子和你同甘共苦 以后不能忘了他 要把他葬在你母亲的墓旁 苏东坡这才遵从了父亲的指示 顺便把妻子也运回去 而且他在整篇慕之名里面 那个情感最悲痛的地方 居然写的都不是跟妻子的感情 而写的是 你能在九泉之下跟着咱们的母亲 而我却没有这种机会 呜呼哀哉 所以我一度不能理解 既然感情如此频繁 为什么苏东坡能写出 这么情深义重的道王词呢 于是我就去找 他们到底是怎么相遇 怎么相爱的 但很可惜的是 可能真的是因为时光太久远了 我找不到一些确切的史料 就连他们是怎么相遇的 也只是一个谣传 并没有史料证明 但是从苏东坡写给王妻的 墓旨名里面 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个信息 就是妻子嫁过来以后 他居然都不知道 妻子会读书 他在王妻王拭目之名里说 刚嫁过来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我他识字 他看到我读书的时候 就坐在我旁边 我读着读着 偶尔忘记的时候 他居然都还记得里面的内容 我就试探着问了他一些 其他的书 他基本都能答得上来 我这才知道 她是一个聪明而文静的女子 所以你完全能想到 这是一个先婚而后爱的故事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过程当中 苏东坡发现 这是一个带给他 无限意外之喜的女孩 他们在烛光下共读 在梅花前欢会 以歌劝酒情意缠绵 这一切都被苏东坡写到了 另外一首叫做 《一壶珠》的词里面 那是他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经过洛阳思念妻子而做的 他这一去就是三年 王府可能都没有想到 他的丈夫有一天会光芒万丈 当他跟着苏东坡从梅山小县城 沿闽江长江向东 一路进京 他看见了丈夫的文章 在街上被传送 他看见了他成为了 北宋开国百年第一的才子 他跟着这个志得意满的年轻人 去了凤翔 开始了他正式的政治生涯 当年的苏东坡有多狂啊 他看不惯他的上司陈希亮 陈希亮当时建了一个邻居台 要苏东坡写篇文章来记录 苏东坡就阴阳怪气地写 再大的建筑早晚都是废墟一堆 谁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王府就劝他说 你这人生地不熟的 凡事还是小心为妙 苏东坡后来再写给妻子的墓制名里说 说他有的时候会在屏风后面 听他们聊天 然后等苏东坡回来以后 会复述他们的话 还会给出他的建议 这个人太有偏见 你的意见本来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还需要跟他们讨论呢 这个人这么快就跟你称兄道弟了 明显就是对你有所求 来找你套近乎的 这种人不能成为长久的朋友 苏东坡说 妻子的话后来都被证实了 更可惜的是 王府跟着苏东坡从凤翔回京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苏东坡失去了一个 能说说贴心话的人 而在妻子去世后第二年 苏东坡的父亲也走了 他扶着妻子和父亲的灵鹫 回了梅山 三年后离开 这辈子都没能再回去 于是在妻子死后第十年 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这十年里 他也经历了很多 王安石的新法一出 他就不断给皇帝上书反对 皇帝终于召见了他 想要启用他 可是数次都被王安石阻止 他一一上书无门 二无法施展才华 只能被迫远离朝廷 到杭州夫人 而他的老师欧阳修 也早已在几年前 就离开朝廷 当个闲散官了 当年科举 京城汇集的这一帮才子人节 这个文坛盛世 早已去不复返 苏东坡在杭州待了两年多 后来又被调到了密州 从此后 一个一个城市流转 就成了他此后生命的主题 他当时在杭州的时候 曾经的七弟王坚 从梅山到杭州来看他 在临别的时候 苏东坡依依不舍 写下了一首临江线 他的到来勾起了苏东坡 无限的思念 多好啊 那个时候父母还在 妻子也还在 我何尝不知道故乡的好啊 我在外飘零了这么久 也许永远都回不去了 今日送上这离别的酒宴 请你把我的伤心之泪 带回家乡 洒向江头平掉吧 苏东坡知道 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不仅仅是故乡 回不去的还有时光 纵使相逢 阴不实 沉满面 病如霜 即使我现在和你相逢 你也应该不认得我了吧 你离去的时候正是青春年少 而我现在却已经是 亮病斑白 容颜苍老 这是整首词里面 最催人泪下的句子 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 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 毛岸英牺牲只有28岁 他奔赴朝鲜之时 正好结婚满意 没想到新婚妻子刘思琪 没有等来丈夫的消息 却等来了噩耗 在毛岸英牺牲 55年之后 年迈的刘思琪 第一次来到 她丈夫牺牲的地方 她一遍遍摩缩着 丈夫的雕像 她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 风华正茂的28岁 而她 已经是个冒蝶老人了 她说 这可能也是她最后一次 来看她 纵使相逢 阴不实 尘满面 病如霜 多少生死相隔的人 再见面 就真的只能在梦里 所以夜来幽梦 呼还香 小喧窗 正梳妆 我又看到了你 那个时候多美好啊 你还是青春年少的样子 相顾无言 唯有泪前行 我想这首词之所以能够打动人 因为她写的不单纯 只是苏东坡的感情 她写的是世世代代 深沉的爱 当她做完了王七的这场梦之后 她说 料得年年长断处 明月夜断松刚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 看这首词的题目 正月二十日 童云阳教授曾经把江成子之后 苏东坡每一首又明确记载正月二十日的这个诗歌 列了出来 你看这是原封三年的 原封四年的 原封六年的 梅花断魂 故人招魂 暗香返魂 她在思念谁 她没有明说 我想她可能也并不打算说 就像在王府死后 苏东坡在她的灵柱前烧香 在那整首词里面 她没有任何撕心裂肺的情感 只是好像淡淡地说 我趁着别人不知道 偷偷把沉香木加进了香炉里 只是希望香能燃得彻底一点 因为我很害怕一个很俗的语言 就是断头香 这句话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如果假设这个香没烧完 那就叫断头香 如果是断头香的话 那来世可能会跟亲人离散 它可能也是一个不明不白的规矩吧 但是正是因为此 苏东坡应该也是害怕 别人知道自己会被这样的俗规所困 所以他只能背着人做 只能偷偷地做 但是我觉得 在他这种傻傻的行为背后 其实是一种莫大的深情 他希望留下她 他固执地希望下辈子还能再遇见她 我们今天看苏东坡和王府的这段爱情 在这首千古道王词的背后 没有轰轰烈烈 没有感天动地 甚至连浪漫和甜蜜都很少 更多的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温馨和陪伴 但是就像电影《一生叹息》里面 张国立所扮演的梁亚洲 跟她的妻子说的那句话一样 她说 我握着你的手 就像握着我自己的手一样 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砍掉了这只手 我也会痛 我想这才是她能够成为 千古道王词的原因吧 平平淡淡 才是真正的刻骨铭心 关注我 用艺术让生活美好一点 在这边 谢谢大家